好 来看到台湾被列为 这个俄罗斯呢 列为是不友善的国家 苏章表示说台湾会民主国家 一同来制裁俄罗斯 如果导致了国人产业受到影响的话 政府会协助 更多的国会大现场的内容 把时间交给李嘉宇 好 主播各位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 各位最新 带你来看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在303大停电之后 大家都很想知道 说经营部长王美化的去留 因为他已经自行处分 而对于台电的动作呢 他们也自行处分 要辞职 不过呢 今天行处长孙文昌 他就同意了台电动作的辞职 而王美化呢 他则是给予未留 因为他则于 有人说在干旱那时候呢 王美化有做了很大的一个调度 甚至有人说 王美化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所以在这件事情责任上面呢 他并不怪救王美化 并给予未留 而对于乌俄战争开打之际呢 俄罗斯呢 对台湾列入了不友善的国家 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要给予 最大力的谴责 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推行说法 全台碰到百年大汗 王美化带领着团队 度过危机 表现卓越 现在 我们发生大停电 对不起国人 王美化部长有再次 跟我表示要负取政治责任 我告诉他 下台潇洒的走 是潇洒 也是轻松 但我要求他 拿出能力破例努力 找出 为什么 一再发生这样的事故 把操作 管理 甚至于电网任性 种种的问题 六个月内 来 找出来 盘整 怎么样来解决 才是负责任 台湾是个国家 其实全世界 都知道 只是中国 偏偏要用政治语言 政治动作 有些国家 不想惹他 也 模糊 以对 但台湾 确确实是个主权 独立的国家 所以许多国家 在运作上 或者语言上 有时候也就 会 露出 对真正事情的认识跟态度 对台湾的认识和态度 台湾 是 一个 监索民主 自由 重视人权的国家 监索和平 反对战争 对于 俄罗斯 用 战争的武力手段 侵略 邻国 我们不但 严以谴责 而且跟 守着民主 自由的 国家 伙伴们 其一动作 我们制裁俄罗斯 他有反应 那是 很平常的 我们对于 因为 俄罗斯 这样的动作 如果 国人同胞 产业 产生 有受到影响 政府自当 协助 谢谢院长 谢谢 可以看到 行员长 崔文昌给王老 花高度的肯定 不过也提出来说 欧美花应该要在六个月内 提出来解决方案 不要让停电再次发生 而对于俄欧战争 紧张 情势之际 他认为说 现在要对于俄罗斯 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也要对于俄罗斯 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他认为说 民主国家会站在一起 并且共同对抗 这些威权的国家 以上是这些国家杰心 那今天我交上给 炮民主播 炮民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炮民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